哈囉 今日報讀者們大家好 我是李又汝 今天呢我想要為 對於傳福音很有負擔的人 想要給你們一些祝福 我之前常常就是 非常的火熱 然後傳福音就是 約大家來教會 然後就一直瘋狂的傳簡訊 傳到 身邊的朋友都有點遠離我 會害怕我 後來在我讀到了路德記之後 我發現神在跟我說話 因為我在路德記裡面 沒有看到很多關於神的話語 我卻看到了路德這個女子 用她的生命去見證了上帝 我不用急著去傳福音 我只要把我自己活出見證來 我自然而然就會讓別人 在我身上看到福音 所以我想要鼓勵 也想要祝福 對傳福音非常有負擔的你們 可以跟我一樣 換一個角度 換一個方向 也許你會有不一樣的驚喜 希望我們在傳福音的這條路上 都可以如陰展翅上騰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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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